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戴着黄色牛仔帽的男人持刀劫持了对方的女友 正当观众们都被这一幕吓到时 艾尔一边弹吉他一边沿着吧台 悄无声息的来到持刀男身后 在观众们的紧张注视中 艾尔一记神龙白尾 用左手握着的吉他顶端重重的砸在持刀男脸上 持刀男当场吐血晕了过去 艾尔的英雄救美 赢得了台下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 观众们把艾尔视为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眼睛里满是崇拜 艾尔却不慌不忙地继续着他的吉他表演 当一曲吉他表演结束 全场观众都被艾尔的表演震撼 沉浸在陶醉当中一片寂静 此时在观众最后面孤零零的掌声 打破了酒吧的寂静 一边鼓掌一边走到人群最前面 来人正是刚才持刀男的伙伴老白 两人都是当地大毒枭的手下 只见老白不慌不忙地拿出火柴 在旁边观众的脸上一滑火柴瞬间被点燃 老白不慌不忙地抽了口烟 并恶狠狠地瞪了艾尔一眼 果然当老白把伙伴被打的事告诉大毒枭后 大毒枭派出几个壮汉协助老白 是要给艾尔点颜色 这天下午老白带着壮汉找到艾尔的住所 毫不留情地开枪打死了艾尔的妻子 在艾尔的目瞪口袋中 老白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残了艾尔的左手 临走时老白讽刺艾尔惹了帮派手下 这是大毒枭给你的见面礼 好自为师吧 说完老白带人离去 明白前因后果的艾尔 左手被废 再也谈不了心爱的吉他 杀其之仇 加上废掉自己左手之恨 于是艾尔的吉他箱 放的不再是吉他而是武器装备 他恨当地的大毒枭 发誓为妻子报仇 这天艾尔打听到了毒枭人员的活动场所 位于邻近小镇的特里哥酒吧 那里是大毒枭洗黑钱的场所 于是艾尔拿着装备武器的吉他箱 朝着邻近小镇特里哥酒吧赶去 突然旁边一个小男孩 伸手摸向艾尔的吉他箱 早有察觉的艾尔一把抓住小男孩的手 小男孩连忙解释 自己只是想看看你的吉他 说着小男孩亮出了自己的吉他 然后手指声色的弹了起来 艾尔望着小男孩声色的动作 忍不住教了小男孩弹吉他的方法 另一边 匹子昆廷带着手下来到酒吧 他是当地不出名的小混混 一心想加入毒枭帮派 找到酒保后 他表明了来意 酒保吩咐手下给首领打电话 匹子昆廷喝着啤酒 酒后的他讲了笑话 想拨酒保一笑 结果这个笑话很不巧 惹了酒保不高兴 于是开枪杀死了昆廷的手下 做惩罚 昆廷吓得目瞪口呆 酒保吩咐手下处理尸体 并命令昆廷帮忙 处理完尸体后 顺着满是血的卫生间墙壁 酒保手下把昆廷带进了暗室 这时艾尔缓缓地走进了酒吧 酒吧里的酒保看到艾尔手中的吉他箱 开始心生戒备起来 他也是大毒枭的心腹 因为镇上之前出现过 有吉他箱装枪械的情况 当艾尔声称自己前来找工作时 酒保小心戒备地说 这里没工作 并问艾尔 你的吉他箱里有东西吗 艾尔毫不在意地说 有 酒保眯起双眼瞪着艾尔问 是什么东西 艾尔缓慢地说出吉他二次 酒保暗示手下们 上前查看艾尔的吉他箱 此时一名手下准备上前 查看艾尔的吉他箱时 艾尔对酒保说道 何不听我弹一曲 说着弯下腰 准备打开吉他箱 酒保吓得连忙让艾尔别动 酒保的手下也连忙拿枪 对准艾尔的头 另一名手下上前 打开了艾尔的吉他箱 吉他箱打开后 酒保笑了 里面装的确实是一把吉他 正当酒保等人放松警惕时 吉他箱内放置吉他的底板 缓缓地升了起来 露出了里面各式各样的枪械 酒保的手下看见后 连忙大声喊道是枪 此时酒保的一名手下 准备扣动扳机了 前军一发之际 艾尔突然从两个上衣袖子里 抖出两把枪 在酒保的那名手下 还没扣动扳机时 率先开枪了 于是那名准备开枪的手下 当场被艾尔打成了筛子 随后艾尔一番帅诈天的操作 直接血洗了特里克酒吧 而在暗室内的酒保手下 以为艾尔是匹子昆廷一伙的 于是不由分硕地开枪杀死了昆廷 并趁机跑出了酒吧 气喘吁吁的艾尔出了特里克酒吧的门 认准一个方向走了过去 从暗室逃出的酒保手下 此时看到艾尔 于是拿枪悄悄地跟在了艾尔身后 在艾尔对面 一名身材火辣的美女琳娜 朝艾尔走了过来 路上行驶的两名司机 被琳娜的美貌和火辣身材所迷住 在十字路口发生碰撞 当艾尔和美女琳娜碰面时 善良的美女琳娜 用眼神示意艾尔有危险 原来是后面趁乱逃出的手下开枪了 但艾尔却不顾自己安危 勇敢地保护旁边的美女琳娜免受伤害 自己的胳膊却正中了一枪 趁乱逃出的手下 一把上前扑倒了艾尔 但伸手敏捷的艾尔 反手按到了这名手下 接着握住这名手下的手 把枪对准手下的脖子 毫不犹豫地连开竖枪 被艾尔保护的琳娜连忙跑上前 扶着艾尔缓缓离去 此时的艾尔被琳娜 带到了自己经营的书店 琳娜准备替艾尔 取出右臂上的子弹 琳娜没有麻醉药 疼得受不了的艾尔问琳娜会不会取子弹 琳娜拿出一本书 告诉艾尔自己是按照书上操作的 在艾尔的疼痛中 琳娜顺利取出了艾尔右臂上的子弹 并帮她缝着伤口 因为疼痛的原因 取出子弹后的艾尔睡着了 琳娜也趁空闲时间外出办事 回来的路上 琳娜听说 由杀手血洗了特里克酒吧 当琳娜回到书店 趁着艾尔还没睡醒 琳娜注意到了艾尔的吉他箱 于是悄悄的打开 各种枪械呈现在琳娜面前时 震惊的琳娜转身看下艾尔 此时早有察觉的艾尔 已站在了琳娜的身后 一把抓住琳娜的手 琳娜转身看下艾尔 联想到小镇上人们议论的杀手 再看到艾尔吉他箱里的枪械 琳娜瞬间明白了艾尔的身份 因为小镇被大毒枭控制 陌生人很少来镇上 琳娜经过短暂的惊讶 想到眼前这个帅气的男人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自己 琳娜瞬间释然了 并承诺不会把艾尔 藏在自己书店的事说出去 但还是好心奉劝艾尔 你一个人是斗不过毒枭们的 他们人很多 艾尔不在意的说道 没关系 我会找几个好兄弟帮我的 说完告诉琳娜 因为杀的人太多 自己要去教堂祷告一下 望着出门时的艾尔 琳娜内心觉得 能去教堂忏悔的男人 一定是个好男人 于是瞬间对艾尔生起好感 另一边 大毒枭布丘吩咐手下们 外出寻找陌生面孔 看到后要毫不犹豫的射杀 手下们领命出发后 大毒枭布丘接到了 合作伙伴的电话 合作伙伴声称要帮布丘报仇 并已安排手下来到镇上 寻找艾尔 自负的布丘想要拒绝 但对方已挂断电话 布丘想到自己下达的 看到陌生面孔一律射杀的命令 顿时暗叫不好 担心手下们错杀自己人 于是连忙联系外出的手下 但奈何那个年代 手下们都没有手机 只有防弹林肯上有电话 但布丘却想不起来 电话是多少了 问了身边的手下 都说不知道 抓狂的布丘 拿枪对准空中 连开竖枪荡所发现 另一边 当艾尔到达教堂后 他碰到了昔日的好友酱油哥 于是请酱油哥帮自己报仇 但酱油哥由于胆小 惧怕布丘的势力 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艾尔的请求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堂 顾不上忏悔的艾尔连忙追着出去 在街道上 艾尔一把拉住酱油哥 继续给酱油哥做工作 希望酱油哥能帮自己 但艾尔不知道的是 布丘合作伙伴安排的手下 飞刀丹尼已经盯上了艾尔 在艾尔两人还在商讨时 飞刀丹尼直接从后面射出飞刀 当场把酱油哥杀死 艾尔震惊地扭头查看 却接连中了数把飞刀 索性都不再要害 于是受伤的艾尔连忙朝巷子躲去 此时冷酷的飞刀丹尼 刚准备去巷子追杀艾尔 不料布丘的手下们赶到了 看着飞刀丹尼陌生的面孔 布丘的手下拿枪对准了他 而暴脾气的飞刀丹尼 看到有人敢拿枪对着自己 直接一刀甩在了对方身上 布丘的其他手下见状 纷纷朝飞刀丹尼开枪 但都被他躲了过去 随后飞刀丹尼跳上防弹车 顺着车上的天窗口 接连朝车内甩进数把飞刀 但奈何布丘的手下人数众多 不一会儿的功夫 飞刀丹尼就被布丘的手下们 打成了筛子 而布丘的手下们 根本没见着艾尔的面 于是天真的把陌生面孔的 飞刀丹尼 当成了血洗特里哥酒吧的凶手 兴奋地抬着飞刀丹尼的尸体 回去邀功了 此时躲在巷子内的艾尔连忙 逃之夭夭 当布丘的手下们 把飞刀丹尼的尸体 抬到布丘面前 布丘接到了合作伙伴的电话 对方向布丘描述了 自己手下的外貌级武器 并告诉布丘 不要妨碍飞刀丹尼办事 布丘瞬间明白 手下们误杀了自己人 于是愤怒地带着手下们 亲自出马寻找艾尔 另一边 受伤狼狈的艾尔 沿着墙边找寻回书店的路 刚好碰到之前 特里克酒吧门口 学集他的小男孩 此时的小男孩正在运送毒品 随后愤怒的艾尔 质问小男孩 为什么这样做 小男孩说自己帮忙运送毒品 是为了家人生活 并说书店的林娜也参与其中 得知此消息 愤怒的艾尔回到书店 找林娜大吵一架 原来林娜之所以运送毒品 完全是因为布丘给的报酬丰厚 镇上治安混乱 没有人看书 导致书店生意惨淡 林娜一心想把书店继续经营下去 于是答应帮忙运送毒品 正当两人争吵之际 布丘来到书店寻找艾尔的线索 林娜见状连忙把艾尔藏了起来 并顺势推倒收款机 以掩护书店的凌乱 布丘问林娜 最近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林娜犹豫的说没见过 两人一番闲聊 寻找线索无果的布丘 就这样离去了 但老大毕竟是老大 躺在床上的布丘 凭直觉断定 艾尔一定就藏在书店 于是安排手下去书店 追杀艾尔这边 林娜和艾尔在书店里愉快的聊天 正当林娜闭着眼睛唱歌时 艾尔注意到了窗户外面枪手的身影 于是艾尔率先开枪激战起来 布丘的手下们愤怒的一把火烧了书店 而林娜跟着艾尔逃到了房顶 艾尔顺势给下面的对手 丢了两颗手榴弹 随后酷炸天的两人 沿着房顶躲避 此时躲在房顶的林娜 告诉艾尔布丘来了 一心想杀死大毒枭的艾尔 连忙寻找合适的射击位置 当布丘从防弹车下来 艾尔以瞄准布丘的背影 担当布丘转身的一瞬间 艾尔看到布丘的正脸后 果断地放弃了杀死布丘 林娜不明白艾尔为何不动手 但艾尔却不做解释 带着林娜直接离开 在宾馆里 艾尔打电话叫来了 昔日乐队的两个好兄弟 随后好兄弟红一哥先到 另一个好兄弟西庄哥 也开车赶到小镇 三兄弟碰面后 此时不远处学及他的小男孩 躲在一边看着这边的情况 这时布丘手下们文讯开车赶来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布丘手下站在防弹车内 顺着天窗向三兄弟开枪 不甘示弱的西庄哥 提起吉他枪向车扫去 布丘手下还想在车内开枪 旁边的红一哥 直接扛起改装的吉他炮 朝车轰去 防弹车遇上炮弹 瞬间扛不住了 其中一个手下 汽车跑上屋顶向艾尔开枪 布丘手下的艾尔 躲在车后面连连反击 站在防顶的手下中了一枪后 跳下屋顶准备与艾尔同归于尽 结果被艾尔打出了筛子 此时车内手下不时向三兄弟开枪 红一哥直接用吉他炮 上演了一出车毁人亡 这时布丘派手下过来增援 手下们下车后 纷纷找地方掩护并开枪 就在双方拟来我往时 红一哥用吉他炮 直接将两名手下轰上高空 接着又是一炮 把另一个掩护点的手下 炸到了墙上 此时 手下们看到红一哥火力猛 纷纷朝他开枪 最终红一哥重弹身亡 西庄哥看到好兄弟阵亡 不顾自己安危 提着两个改装的吉他枪 来了个180度扫射 瞬间多名手下丧命 艾尔这边也没闲着 利用双枪打死多名手下 此时躲在一边的小男孩 被枪淋弹与击中倒地 艾尔看到后不顾自己安危 连忙跑去看望 而西庄哥的吉他枪 此时也没子弹 瞬间被躲在暗处的手下 开枪射杀 此时 只剩下艾尔趴在地上 照顾小男孩 前军一发之际 林娜开车及时赶到 直接咬牙撞死两名手下 艾尔看到后 抱着奄奄一息的小男孩 上了林娜的车 此时 艾尔坐上驾驶座 带着两人连忙逃跑 一名手下站在路中间开枪阻拦 结果被艾尔的车 直接压了过去 一路不停地逃跑了 两人把小男孩送进了医院 医生们连忙为小男孩做起手术 望着昏迷的小男孩 愤怒的艾尔让美女林娜 带自己找到了布丘的大本营 此时也揭开了当初 为什么艾尔没对布丘开枪的原因 原来 艾尔和布丘是亲兄弟 因为性格不合 早年分道扬镳 两人一番争吵后 布丘示意艾尔离开 但由于林娜欺骗布丘 布丘想要杀死林娜 面对亲情和爱情 艾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情 当场开枪打死了亲哥哥 并血洗了布丘的大本营 毒枪们最终尝到了恶果 就这样 为妻子报完仇的艾尔 再一次收获爱情 艾尔和林娜在一起后 选择了浪迹天涯的生活 故事结束 这部影片是好莱坞著名导演 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的经典影片 凭借此电影 导演罗伯特顺利进军了好莱坞 而他刚出道时 自编自导 自己拍摄录音的处女 做杀手碑歌 以七千美元的成本 创造了二百万的电影票房 他的经历告诫了 年轻的电影制作人 只要你勇敢地走自己的路 即使最狂也最不可能的梦 也能实现 好了 我是老狗 下期见